在昨天的节目中 结婚21年的石先生说 他这些年被妻子郝女士打得很惨 连续三年时间 每一年都要被打到缝针 左边的耳朵 然后缝了七针 左肩这个地方是缝了二十几针 一个月前 然后把我的左腿缝了七针 真的要命的大了 可即便打成这样 石先生依然对妻子深情款款 我说我还是爱你的 我说每当你在吵架的时候 你在发火的时候 我多么希望的我抱抱你 然后呢你都不给我一个抱抱的机会 再吃点苦 明天他再能打我一顿 他能好 我都愿意 郝女士却说 平日的生活里 他不仅看不到深情 反而需要面对丈夫 令人难以接受的恶习 工作服都不换 就到那个七白市打牌 赌得厉害 在004年05年那会儿 我一晚上都出17万 每天背着包包里面 三五十万的现金 郝赌之下 石先生在新疆做生意时 欠下第一笔巨款 他走的时候 他说我欠了一百多万 赌白的钱 郝女士陪石先生离开新疆 去江苏昆山东山再起 可没想到 迎接她的是第二笔 一百万欠款 15年发现欠了一百多万 这孩子他告诉我的 娘说的 我不叫赌博 我叫买彩票 郝女士忍无可忍 她第一次动手打了石先生 可是她的暴力 似乎给了石先生 一个甩锅的理由 她始终给我扣了一个帽子 就说娶了我 她没好过 这么多年了 结婚二十一年了 你问问她对家庭 付出了多少 付出了什么 包括钱 包括感情 2015年 因为这两笔赌债 两人离过一次婚 可是石先生诚恳认错 为了孩子 她很快又选择了复婚 好几年过去 她都没有动手伤过丈夫 我就感觉到我软巴 伏个软巴 人一辈子这都43岁了 不要再闹了 就伏个软 咽下去这口气吧 可是委屈求全 换不来幸福 这两年 丈夫的另一个问题 频频爆发 让郝女士的情绪 像是按下了失控键 因为你中间 不是一次背叛我 是一直 郝女士说 丈夫的情感背叛 从新疆到昆山 从未停止 甚至在近两年的时间里 愈演愈烈 所以她两度出手 打到丈夫石先生逢针 甚至在四个月前 辞职在家 专门监视和管控 丈夫石先生 眼见两人的矛盾 越来越复杂难解 调解团队会给出 怎样的调解意见 请关注今天的调解 被家暴的丈夫下集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好 我们的节目 现在继续进行 我又发现她的信息 有爱没关系 就是女人发信息 我很想你 我得了相似病 她我自能上次见你以后 我离不开你了 她就说我在火车上认识的 我又给她一个名片 她说别人再招惹她 当时我就疯掉了 我感觉我怎么能过着这样的日子 就不敢相信 我就把手机砸了 那会呢是在火车上 她坐在旁边 我坐在旁边 那只不过就是一个 连朋友都算不上的 一个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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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坐火车的四天四夜到新疆 你觉得是因为什么 对方会给你发这样的信息呢 调皮啊 这个就是一种调皮的 当时那种 调皮 年代的那种 就是年代 大概这个意思 就是调皮的那种 哪个年代啊 2003年 零几年的时候 是这么调皮的吗 嗯 我怎么没给调皮 给别人发信息 说爱她 想她 爱她 想她 如果一个男人不调皮 不调侃一个女人 女人不会这样的 她的心目中就是说 我爱那个人了 那个人爱我了 不不不 不是指这个意思 你释放出了某种信号 不可能 就好比 为什么她给你发 她没有给别人发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坐在那个火车上 然后就是她带的好吃的 我带的好吃的 然后一起吃 如果按照你所说 这只是一种调皮的行为 如果你的妻子 她也坐过火车 和别人在火车上 度过了几天几夜的 这种旅途 她也很正常地 可以跟别人这样发信息 是吗 那不是 石先生用一句调皮 试图撇清关系 显然不够有诚意 如果说这个是偶然发生的事件 那么郝女士也未必会如此耿耿于怀 铭记于心 可是 郝女士发现 这个暧昧短信 只是揭开了石先生 在新疆混乱情感生活的序幕 随着她生意的风生水起 她更是觉得有资本游戏感情 她跟异性的关系混乱不堪 甚至对妻子郝女士来说 都毫无顾忌 她还教我的 说做生意的人 你不要管那么多 她说 一个男人在外面玩女人 玩的再多 她只是做生意 她一定要教我的 这是什么 她会想尽一切办法的 然后去找你任何错误 有没有这些错误 我可以这样说 当时我是做刚才生意的 我要巴结人家 我要巴结他 我们经常和他一起吃饭 经常一起去那个啥 咱们这个都不要说 但是别人也做生意的话 别人现在都在那安家了 人家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人家都过得好好的 就我们回来了 就因为你 然后就是因为你 你导致了 我计较她玩女儿了 我不计较就没事 她死争都说我 因为她跟我说过这些事情 她会给我在一起的时候 拿我给别人女人比较的 所以感觉 让你们都懂得我的意思 明白 你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呢 自残呀 打我自己呀 伤害自己 对呀 放掉了呀 石先生你对自己 在那一段做生意期间 自我的表现 你自己是如何评价的呢 不好 说谎 赌牌 然后对家庭的不负责 这是人生有过的事情 我承认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心变得风气 被环境所影响 被旁人所左右 是的 他始终会怪别人 不叫怪别人 没有叫责怪 是因为你喜欢到那边去 就是当时那个 很短暂的一个事情 就可能是一个月 可能是几天 然后我们就不联系了 石先生知道自己过去 说谎赌牌 过得浑浑噩噩 可是他也强调 现在的他 已经是洗心革面 一心扑在事业上了 是妻子郝女士 揪着过去不放 对他非打即骂 非常影响他的工作状态 工作上跟异性有接触 妻子就要找她的麻烦 石先生说 这两年他受到的最大委屈 是妻子怀疑 他和一个员工 有着不正当的关系 为此他挨了两次打 缝了两次针 听到丈夫提到这个店员 郝女士可是气不打一处来 就是这个店员的问题 19年的时候吧 8月15我没过节吗 在我姐家里吃饭吗 然后他店员给他打电话 我老公就说了一句说 我们家人在那吃饭吗 你要不然就先买个泳 也先游着泳玩吗 那个店员就直接骂我老公了 他说说的很难听 你们家人在吃饭 我游个泳我凭什么买泳衣 我听了就感觉到 你是一个店员 怎么突然间能骂我老公呢 对不对 你什么样的关系呀 我说他 你什么时候给别人一起游泳去 还要要泳衣对吧 怎么能突然地骂你呢 我说你还要泳库吗 我就说的很难听 我就问他 我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什么时候给他一起游着泳 我老公的解释就是说 店里六七个人 我们都一起去了 那六七个人不愿意去 他老公也去 给他说了他老公也不愿意去 所以我们俩才去的 还有我女儿和他儿子 我说你家的辞职不要干了 他然后理都不理也没干啥 过了十天过了一个答复 我给他老公签合同了 签五年的二手房东合同 他直接用这个二手房东来拴住他 这个合同解决不了 但是我辞他是不可能了 对 是先生要解释吗 那个店员啊 现在在我强连强开了一家中间公司 我给我老婆说的 死掉了 不是说签了合同吗 那合同都是两个人的合同 那都几乎是不起法律效应 你有没有在他收的第一时间 去辞退对方 有吗 我给他这样说的 不能让我一个最强的业务员 称我最强的对手 我老婆 她是说的一个月的时间 不是我说的 你弟弟说的 就是我弟弟说的吧 说给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当时我就要给他理掉了 然后去赶他走 后来我还没有到后来呢 他就吵架打架闹 然后把家赶走了 人家就在我的店墙连墙 墙连墙开了一家中间公司 到这一刻他还在怪我 我没有说错啊 3月22号找你弟弟谈判的 一家一都在谈判 他弟说再蹭蹭一个月吧 你再给我大哥一个月的事情 然后我就说好 他到4月2号都不处理 店员的事也许是捕风捉影 可是早已没有了信任基础的两人 胶着着闹了两年 直到大打出手两次 才让事情最终得以解决 可是店员走了 夫妻俩的信任并没有回归 石先生说 日子过得越来越恐怖了 最近的这4个月 为了监视他控制他 妻子甚至辞掉了自己的工作 他这4个月没上班了 这4个月 做他所谓的4个月 为什么没上班 就是辞职来控制我 就是我头上如果装个监控 都不能就掉 我所有的一切 我的手机 今天我家里几个好友 假如说有 我今天打了10个电话 他把这10个电话拿出来以后 然后要核对给谁打的电话 还有我给抖音 我给点了个赞 我点赞 他在他的手机上能看得到的 他自己调试的 然后就是说 他一定要马上给我打电话过来 你为什么要给人给人点赞 他点的赞是啥吧 他说的 新娘 新娘 为什么叫新娘 因为新娘 缺点个新的就是娘 你要疼你的老公 你把你老公要宠宠儿子一样 我就给他 我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说 出轨男人可以 但是我出轨 我现在不出轨 我觉得没错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 其实你并不是在控制他的行为 而是你对他的思想 对 是的 不满 对 他的思想 我感觉到跟正常人不一样 就是他说那个电话 你也得一个一个核对 这又是为何 这个拉台话单子 也他以前在新娘教我的 我都不懂对这些 我今天假如说 我刚刚出门 刚刚走 然后大概过一个两个小时 他会问你 你在干什么 然后挂了电话 马上视频 就是一分钟都不到 就是我挂我的电话了 我说我告诉他 我在卫生间 他都马上视频过来了 天哪 我说是事实 就是说 如果是事实的话 我都不会贴呢 他都都把你逼疯了 给你对嘛 对着你的脸对嘛 你他不死 你家里都死光 那个不断的电话和视频 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这四个月之间 我就想逮着你 你要是如果就想离婚 可以说 不要给我下圈套 因为我觉得下圈套 我可以理解为在找错吗 或者说在证实错吗 对 我在证实他 证实的目的是为了 证实的以后 我就说 他不说嘛 你只要不逮到我床上 我永远都没有 你不说我怀疑你吗 我抓到证据的话 就彻底我也死心了 可是这个找错的过程 是很痛苦的 所以说我很累啊 但是他昨天撒谎了 我找着 他昨天确实撒谎了 我问他在哪里 我在家里撕了想去 我想跟你视频吗 我一直忍着不想视频 我还试了 试了以后 我还给他好声说的 我问你在哪里 他说店没口 然后我就直接给他视频 他不在店没口 所以我刚才说 因为你说你在店里 你没在 我明白 都是你才撒谎 两个孩子在这个 吵架中过的日子 真的很累 我儿子也说了 你不能过就离吧 我女儿说 是我爸爸不想要你 你老缠着我爸 一个12岁的女孩 都能看出来 她说是我爸爸 不想跟你过 孩子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她知道 她爸爸不想跟我过呀 不是 真是原因 她俩都在保护我 恐怕我被他妈伤害 你可以 现在给儿子打电话 这是真是的 就是说每一次 然后吵架的时候 我儿子和女儿子 爸你赶紧滚 赶紧走 其实她是恐怕 她来伤害我的身体 石先生曾经说 为了孩子 他挨打都要维护这个家 郝女士说 为了孩子 他可以咽下所有的委屈 可是孩子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真的能好吗 如今孩子的态度 也成了夫妻俩 争对错的依据 调解团队决定 连线他们的大儿子 儿子小时 今年刚满20岁 本该是还稚嫩的年纪 却出人意料地 对父母有了一番 非常客观 非常成熟的评价 好 我们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喂 现场通过话可以吗 小时 可以的 在你们看来的这些年 爸爸妈妈他们之间 到底是什么方面出了问题 小时能大概地说一下吗 我觉得我母亲就是比较爱笑真 我爸事情也比较多 他事情一多 他又爱笑真 所以说他们两个人 就难免会发生真事 我觉得你这么多年前 其实自己已经做出了选择 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 既然已经做过 做出了选择的话 就不要再抱怨了 自己要是还是经常抱怨的话 这样的话导致家庭干嘛的 都不会 我觉得我爸爸的问题 他有的时候有些问题 自己做错了 他也不去承认 这点很明显是吧 对 这个很明显的事情 他跟谁都一样 就是说 感觉自己就绝对不会做错一样 就是别人如果说 他拿你做错了 那他就可能逃避 你觉得爸爸的这种表现 会对妈妈造成什么影响 你给他事情不解决掉 他就会一直对你那个啥 就更较真了 更较真了 对 他是要陪你过一辈子的人 你为什么会去说不明白呢 你说不明白 你自己不负责 所以说我就觉得 大概就是他们俩的问题 妈妈觉得 就是这样的相处方式 对你们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吧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 这可能就是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命吧 是吧 爸爸刚才在线上告诉大家说 你们会劝离婚是 怕妈妈目前的这种 比较极端的行为 会给他造成伤害 所以是为了保护他 你们支持离婚 是这样吗 那我觉得不是为了保护他 他想做了 我爸这个人呢 他就是特立独习 知道吧 其实他自己人 如果他真的就是 做的事情做的没毛病 那别人没话 关键他做的不好 他又不让别人说 那他这种人很乱 所以你是能理解妈妈 为什么说他要分对与错 他为什么觉得委屈是吗 对 因为他分对与错的原因 是因为我爸这么多年 从来不承认对与错的 好 我们大概了解了 谢谢你啊 小时 不多打扰你啊 我挂电话了 时间 什么感觉 我是很想努力的 把这个家经营好 就是我带着他们去玩 别人给我打一个电话 我说老婆 我出去接个电话 固着这一个电话 骂了我三四个小时 儿子刚才讲的最重要的一点 给爸爸的建议 你听到了吗 他根本都听不懂 你家儿的意思 他等到了 他有他的生活 你给我过一辈子 有些事情 必须要弄个一二三 他就一直就跟你讲浆糊 儿子最开始 跟你说的那番话 你听到了吗 所以我儿子 一直就操我呀 就说我呀 意思就是说 你竟然复归了 我爸再说对不起你的 所以你都要忍着走啊 儿子不是这个意思 他跟我当面这样说过 那说明你没有真正懂 他这句话的意思 我知道我有错 我在改变我自己 但是呢 你也要改变 咱们这个家庭 才能回到原生态 才能去咱们不吵架 回不了了 那回不了了 那就不要早了 对 儿子小时的话 石先生肯定是完全没有往心里去的 而郝女士听了后 似乎也没有想到重点 她觉得 儿子是劝她认命 基于两人这样的表达 调解团队很不看好 两人继续相处下去 观察员徐晨刚拿起话筒 首先批评了 他觉得问题更大的石先生 主要聊的对象呢 还是丈夫 思考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 那么的失败 在这个老婆身上吗 在这个老婆每天跟我闹 弄得我没有心思工作上吗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我们有一句话叫 我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你很清楚 你是不是在装睡 但是就算你在装睡 你不要以为别人看不出来 你真的把多少心思 真正地放在这个家庭和你的事业上 你的那些努力和付出 我们没有否认 可问题是 你的大部分的付出 真的只是出于你一个男人的责任感吗 出于你一个父亲 想要树立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形象 给儿子吗 不是 你的很多行为 都只是在满足你自己的私欲 同时把很多锅甩给你老婆 这不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应该有的一个顶天立地的样子 如果你的婚姻 你的事业到今天为止都是失败的 你真的觉得自己是个男人 为什么不敢先勇于去承担 来告诉老婆 老婆我们家过得不好 主要的原因在我 我赚到了一点钱就想着去赌 有了一点点成就就飘飘来 让自己去迷失 让自己沉醉在纸醉精迷里面出不来 让自己这个家庭本来可以越来越好 却因为自己的私欲要满足 让自己的家庭错失了一次一次更好的机会 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在你儿子心中的形象高大吗 面对着你现在二十岁的儿子 你真的有底气对自己说 我在我儿子心中形象很高大 你有这个底气吗 没有 你的老婆有问题 她有错 这些我们都知道 她的问题是 她处理问题的方式太偏激了 可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这个结是从哪里开始的 这个芽是从哪里开始生长的 是从你这 这不是一个男人应该有的状态 关于石先生 在所有的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 其实无论她的隐瞒 讲出来的一个事情的颠三倒四 其实她是一个心态 叫什么呢 自恋 你会看到她自己 在今天讲很多她的事情的时候 她其实是很自得的 包括她自己曾经做生意 挣了很多的钱 甚至包括她自己赌 输了很多的钱 甚至包括她自己 跟别的女人发生的 这些暧昧不清的关系 她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 她核心的一个态度是什么 自得的 她会想着 无论我的老婆她怎么对待我 我的老婆她的状态再怎么糟糕 我都有能力解决住 石先生 正是这种心态 你才会在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 就你说话 你不会去想着怎么去 就像我们普通人说 我说说要话 我要为我的话负责任 你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就是我说说的话 我只是为了干什么 只是为了处理当前的这个情境 所有的这些事情 都是在以自我为真心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 很糟糕的一种认识 石先生 有没有发现 你的面相特别的年轻 看过去就像一个 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 我们中国人一句老话 叫做相游新生 说明其实 你的心里的某一些状态 真的就是一个大男孩 而不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不是表扬你 首先第一点 你的心智化水平很低 对自我的认知 特别的不明确 不清晰 对你的一些缺点 避而不谈 视而不见 第二 体现在你和人际交往中 对别人的理解 和相处理 你跟你的妻子相处得很不好 遭遇一些债务的时候 你本能的反应 不是承担责任 而是逃 那你怎么可能跟别人的关系好 四十岁了吧 在你这个年龄 所有该有的成熟 责任担当 认知 统统都没有 可是成人事迹里 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你一样没了 通过不正当的手段 去拉生意 然后逃避责任 避重就轻的耍滑头 来应对你所有犯过的错误 让你的妻子 感觉不到你一点真诚 让我们今天所有的观察员 感觉不到你一点真诚 所以成人事件那些东西 你也全部学会了 你自己要明白 走到今天 不怪别人 最后说一下 为什么你的钱永远守不住 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做得位不配 你可能错就错在 从一开始报复得太早 从来没有真正脚踏实地地 去做过事做过人 对于成熟和笃定的缺乏 让你最终 无论有多少钱 你根本守不住 认清现状和未来 脚踏实地地去完成以后的每一件事 一点一点地去还债 去经营好自己的家庭 可能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吧 好的 从女方当事人现在的状态来讲 我认为二位现在不太适合 就是维持这种天天要见面 或者是这种长期要在一块的状态 因为我会觉得 在现在现有的女方这种状态 她其实是情绪极度不稳定的 甚至是一些认知障碍 就比方说把自己怀疑的当作事实 来反复地拷打我们的男方 想跟女方说的是 要么彻底放下 要么学会放手 否则这样的话 它不会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好 它只会不断地增加 你无法离开这一段 你认为已经没有意义的婚姻的成本 你们两个人一够不好 又不理干什么呢 你说黄女士 虽然你今天勉勉强强说 今天我们是来讲个对错 然后再谜 错就是她呀 你心里不轻松吗 还要别人说干吗 因为她给所有的朋友都说我的错 她朋友现在都说我的错 今天我们就在这里 正式地告诉你们的朋友 她错 你自己就没有弄明白 你的尊严呢 没有尊严 对啊 当一个人 去查人家手机 查得那么痛快淋漓的时候 那么痴迷的时候 其实已经没有尊严了 追着人家屁股后面 全程监控 您觉得那个样子 对得起你自己吗 对不起 自己都说过自己 所以对你是什么 又有同情 因为你是个好人 你就是个好人 但是真是让人猪急啊 拿着几把刀 拿着个小本拳 你想打开一个新世界吗 石先生 他是带着这股野性 进入到婚姻 因为他不明白 婚姻是以责任为中心 而不是以快乐为中心 你希望这个家简单 希望丈夫对你关爱 希望工作事业顺利 你想好好过 他想快乐过 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你好女生 你对自己好一点 真的 不是这样的 石先生 我其实只想跟你说一句话 他有些是属于捕风周影 玩了之后过度联想 未必是事实 但其实啊 是不是事实根本不重要 你一副那种 由头滑嘴 张花鸽草的样子 已经就是坏男人 我觉得是最底线的 如果你没有得到 你孩子的尊重 你是失败的 这辈子就是失败 一个懂事的孩子 他居然都不尊重你 或者心里面埋藏着 那种失望的话 失败 你应该好好收心 你知道吗 调解团队认为 两人如果只要求对方改变 从不反省自身的问题 继续相处下去 是要出大问题的 因为好女士的情绪 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 而石先生 从来不正视自己的问题 只会让关系恶化 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观察员廖喜玉 跟石先生说 她现在应该专心 做一件事 赚钱还债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你一定要有计划的还款 对吧 外面还欠到外债 是吧 房贷还要几千块钱个月 大儿子小女儿都在读书 学费生负费 密室里的石先生 依然在数落 妻子郝女士的错 再次强调 妻子郝女士 是她进步路上的绊脚石 我每当往高处走电的时候 她就要拖着我 每当往高处 不是不是不是 你不是这样的 经济不能放心 情感不能放心 那你她的安全感 去哪里了 廖喜玉提醒石先生 妻子郝女士 如今这样极端的表现 也是有原因的 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石先生不要忘记此行的目的 她是来挽回这段感情 而不是对着妻子挑错来的 你老婆是来找对错的 可是你在现场 你说说说说 就说他不对 动手的背后 堆积的都是满满的委屈 知道吧 那是愤怒 廖喜玉希望石先生 看到妻子暴力背后的痛苦 可是石先生 却沉浸在自己的委屈中 难以自拔 我已经21年 没做过男人了 我现在我想做个 儿头挺胸的男人 我儿子也是 他每天来骂我们 你孩子是说他的不对 你怎么就没有 意识到自身的问题 密室的这半个多小时里 尽管廖喜玉多番劝道 可石先生 似乎并没有深刻的 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始终在妻子身上找原因 另一边 郝女士对观察人刘怀博说 其实她每一次动手之后 是很后悔的 就是上次不是打过她吗 我就感觉到 那么多年你对我 说好吧也不好 说不好吧 还是有点感情是吧 我说我就跟她成立错了嘛 我说我这次看你 真的有点不对 你回来吧 回来以后呢 她根本都不会给 她感觉到 你给我服软了 我会加倍 那个那嘛 郝女士知道 打人解决不了问题 可是面对从不认错的石先生 她很难控制住情绪 在这样没有任何理解 和信任的婚姻里 她艰难地做了一个决定 郝女士决定分开冷静 与石先生结束了交流的 廖喜玉找到了郝女士 她有一件很关心的事 要叮嘱几句 把手拿给我看一下 来来来 拿给我看一下 这不是刀割的吗 因为她打我呀 她打过我 知道我没有拍照片好了 这缝着子还是干什么 不是以前的 就是在新疆的时候弄的 观察员廖喜玉 看到这些伤口很心痛 她跟郝女士强调 不论是伤害他人 还是伤害自己 以后都不能再继续 她如果起诉 你还真的要付法律责任的 逼到那个费上了 当时真的逼到那个费上了 是啊 你分眼流 你从来就没戏 就不教训为你 我希望你那种自惨的行为 那种暴力的行为 是绝对不能有的 笑了吧 来一分对错的郝女士 在分清对错后 对于这段感情 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石先生之前表态 即便是挨打 也要挽回这段感情 可是从不在自己身上 找错的态度 还能让她如愿以偿吗 密试已经结束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我想给我老婆表达一下 然后我这么多年 没有让你感情和经济上 然后得到安慰 我向你道歉 我愿意改变 希望你能原谅我的过去 然后我愿意到自己的错了 错在哪里 不要用无力来解决问题 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好好躺 咱们的婚姻呢 如果真要走到解锁了 就是好聚好散 都考虑着两三个月吧 赶紧到真不适合 就好聚好散 到家来被灵魂伤办了 孩子这么烦 什么事情 咱们再做决定 那你现在能不能 打开一点心结了 好多了 你好多了 今天我们就止了 我们很希望看到 一个健康快乐 安宁的你 调解的最后 两人同意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以眼下的情况来看 两人确实不适合 继续纠缠在一起 相互伤害 郝女士今天说 是来找对错的 其实丈夫的错 是显而易见的 她也是基于此 才觉得丈夫该打 一再的下狠手 可是拳头不能 打醒一个装睡的人 监控也不能看住 一颗放荡不羁的心 只有重拾尊严 用理性和智慧 才能解决眼下的困境 或者有勇气和魄力 离开一段 不值得的感情 石先生口口声声说 爱孩子疼妻子 可是他却一再 做伤害家庭的事情 赌博欠债 背叛感情 石先生到了 该反省的时候了 否则他即便 从新疆到了昆山 从婚内走到婚外 感情也好 工作也罢 依然会混乱不堪 希望双方都能 珍惜这几个月的时间 反省各自的问题 再做选择 再做选择 感谢观看